第1963集 霸王目自欲裂 我与你拼了 对自身状况太了解了 对手真的是想活活将他打下圣王井 摸灭其本源 进而同接一战 叶凡不断出手 双手一划 一个金色的十字大猎斩飞出 法阵压上 将其肉身分解 继续磨灭其仙台 轮海本源 啊的一声 在痛苦的大叫声中 霸王身体爆碎 连仙台都撕裂了 熊熊燃烧 过了很长时间 才艰难重组霸体 星空中 众人一阵沉默 这一战霸王太过悲惨 近乎被虐杀 在诡异的古天庭法阵下 没有一丝还手之力 人们不禁自问 若是患上自己 能在这片星空大阵中 坚持多长时间 答案可能更可悲 所有人看向叶凡 真是眼神都变了 虽然碍于修到年龄 他的境界未到圣王 但却能有这般逆天手段 复活古阵 杀得霸王丢盔弃甲 血肉碎裂 实在惊人 以下克上 以弱机强 此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霸王败得很彻底 从星空深处杀来 高境界都不能占据优势 事实上 还不如最初同阶一战 那样的话 真的是需要一场血战 而现在却是一边倒 叶凡冷漠的说道 差不多了 再来一遍 紫血飞溅 刚才霸王所经历的悲惨遭遇 又一次发生了 金色法衣 圆黄道剑 太阳仙晶中的九个骨字等相继出现 再次战落 霸王被金色法针打残 粉身碎骨多次 仙台挨了也不知多少剑 本源被割裂 遭受了最为可怕的刀伤 他的境界被生生削落 神性精华流失严重 差点形神俱灭 折子蜜确实盖带无双 但也不是万能的 每一次都要燃烧神性精气 而今早已是不足 身体状态糟糕到极致 在叶凡最后的一击下 霸体化成一片紫色血雨 夹带着大块的骨骼飞起 冲出了神阵 隆隆的 星雨中金色神灰闪烁 古天亭一落下来的法针暗淡 全部归于死寂 露出朗朗星空 众人一呆 他真的撤去了法针 要与霸王同结一战吗 不再依靠禁忌元素杀人了 他疯了吗 真的敢这样做 霸王被他削去了一截道行 本元被割裂 垂落在圣人井 这一切太恐怖了 人们惊叹 当德西叶凡以逆天手段 将霸王斩成这个样子后 全都惊呆了 尤其是前路的一些接银史 更是谋犯冷光 最初认可霸王 轻视圣体 而今观念迅速转变 谁也没有想到 霸王强势来袭 从星路深处赶来 到头来 却吃了这样一个爆亏 圣体你让我怒了 从阵中脱困 便再也不会踏入 而你则失去了最终的机会 在紫色血气中 一块块银白的骨头聚在一起 子血倒流 血肉重生 霸王重组了身体 阴森森的开口 叶凡平静的说道 是吗 我满足你的愿望 过来一战吧 霸王重组完真身 仰天长笑 整片星雨都震动 诸多星辰速速颤抖 他拥有一种盖带气势 他张开手指 远处一杆赤红如血的长毛飞来 在其手中铭颤 正是最初丢掉的那杆骨毛 此时血色纹络流动 若隐若无减 这杆战毛中 传出阵阵凤鸣 清理正耳 让人灵魂悸动 黄蟹赤金 所有人都已呆 这杆骨毛内有部分黄蟹赤金 与其他神料混合在一起 成为了一杆精士兵器 可却被人们忽略了 此时觉醒 强大到极致 与此同时 那口紫色的大钟悠悠而震 也飞了回来 悬在霸王头上更为神秘 垂落下阵阵紫金掀气 绝对是神料铸成 霸王嘶吼 圣铁 我看你如何与我为敌 刚才忍受了那么多的屈辱 而今要尽情的发泄出来 叶帆冷淡的一笑 刚才还不够吗 而今统阶一战 你更不行 你拿命来 苍天霸血一脉的年轻至尊怒吼 头顶紫色大钟进行防御 手持黄血绽毛杀来 狂霸无痞 嗡的一声 在叶帆的眉心冲出一口顶 悬在其头上 垂落下成千上万缕丝韬 母气迷蒙 将他护在里面万发不清 与此同时 呛的一声轻响 那杆黑色的长枪被他召唤了回来 出现在其手中发出一阵龙吟 风锐无比 两人一声嘀吼 划成两道璀璨的光束冲向一起 展开了一战 惊天动地的大决战 万物木气顶名产 将紫色大钟壮的哀鸣倒退 在主兵对决上 叶帆占据绝对优势 因为此顶太过非凡于奇特 有几件兵器可与他相媲美呢 这是狠人大帝挑选出来的鲜料 凝聚了他的心血 黑色长枪对黄血绽毛 吭枪作响 发出龙吟奉鸣之声 若隐若无减 一条黑龙与一只血黄纠缠在一起 激烈争霸 霸体真的太强大了 即便刚才饱受折磨 此时依然生龙活虎 与叶帆血拼 如神虎出闸 绝世霸气 四爷 诸多古圣全都胆寒 他们自问 若是与霸王对上 肯定会迅速陨落 叶帆宜然不惧 刚才都胜了 更何况是现在 镇定而从容 轰的一声 突然 第三双可怕的拳头 加入战场 将霸王打得横飞了起来 大口吐血 霸中都跟着哀鸣不已 霸王惊怒交加 你 因为他发现场中多了一个叶帆 长袖飘飘 但是一对金色的拳头却是如此的可怕 他说不出话来 有心呵斥对方不讲规矩 可是这是对方的一种秘术 是一幅真实的道神 我没有功夫与你浪费时间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以密法买命 交出太阴仙经中的九个古字 以及褶字密 不然 我立刻杀你 众人实话 全都惊呆了 霸王嚣张 可是叶帆更甚 而今要霸王以密术买命 实在是太过的让人震惊 霸王大吼着 你去死 叶帆冷酷的说道 既然如此 这一战结束吧 轰隆一声 两个叶帆 两道神魔般的影子 两双金色的拳头 两道龙形曲线 迅即移动 将霸王打得横飞了起来 口喷紫血 霸王横飞而起 嘴里向外喷涌鲜血 机体差点被打到四分五裂 紫色血雨在空中飞洒 惊住了猪熊 那是两对金色的拳头 两道龙形曲线横空 如神魔般的两个人 同时出手 将霸王活活的打得横飞 差点碎掉 这是何等的战力 一群人全都鸦雀无声 这个场面太过震撼 人们心中发凉 换作是自己上去 必然直接被击成一团血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